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 天津代表团表演的回族重刀武术引起了极大轰动 十位大力士选手举着几十公斤甚至有近百公斤的大刀入场 伴随着音乐做出举 抓 弦 托举 挂脖 倒地 水坯等动作 令人目不暇接 重刀在民间俗称大刀 是京津一代的一种传统兵器 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三国演义中 武圣关公所用重达82斤的青龙眼月刀 就是重刀的一种 而在天津 回族重刀则是由金门大侠曹金早遗留下来的一套刀法 后来经过其子曹克明的丰富和创新 成为了一套完整独特的重刀刀法 并以家族内售的方式不断丰富严传 1967年出生在曹氏家族的曹氏杰 从六岁起就跟随长辈练习重刀 2006年 回族重刀武术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次年 回族重刀第六代传人曹世杰 成为这项非夷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我六岁练功 至今已四十多年 主练大刀和石盾 过去光是用石盾和石锁链基本功 至少要花三年的时间 等到力量逐步提升之后 才能学习大刀的技艺 前前后后至少要西年的时间 所以当我掌握了曹家全部重刀技艺时 已经25岁了 然后通过技术和力量的结合 我代表天津市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 夺得了金牌 正是因此 让我受到长辈们的器重 当年就被允许正式收徒 传承朝门技艺 回族重刀武术 非常看重基本功 基础不打实 后期体能跟不上 而且回族重刀武术 可能相比较其他的武术门类 更加赏心悦目 因为他在形式上 吸收了古代武科考试的一些科目技艺 再加上石盾 石锁 鲍石 等真功夫的辱入 大刀表演的招式 愈加丰富多变 说起重刀武术 曹世杰无数次说 最崇敬的就是他的太爷曹金早 这要从七百年前明朝说起 相传明成祖朱棣 手下有一将领 惯用一把六十斤重的大刀征战 他随朱棣北伐平定天津后 举家搬到了天津 于是有了金门曹氏大刀 此后代代相传 至今现代时 曹氏传人曹金早阿轰的大刀 加重到了一百六十斤 成为一种健身器械 曹金早二十几岁时 就已经是享誉金门的武林高手 与霍元甲并称为回汉双侠 还曾在金门开办了 市影国术社 广招弟子 传授武术 刀法等技能 曹金早融合北派少林 与西洋拳等多家武学 独创了七十二世连环套拳 同时在表演形式上 曹门刀士还吸收了历史上五科考试中的科目技艺 苦练墩子 石锁等 并将其技巧揉进大刀表演的招式中 大刀表演丰富多彩 有狮子披红 乌龙百尾等多种招式 1978年 曹金早之子曹克明 将原来的市影国术社 改组为天津市回族大刀花样举重队 继续秉承着父亲志愿 以弘扬武术强身爱国为创办宗旨 不仅教授学生 还带领着大刀队伍 参加各种公益表演和社会庆典活动 进一步扩大重刀武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曹家祖训规定 招收徒弟 不准收费 只要是来学刀的 从服装到器械都免费提供 当时我手里有四间店铺 足以支撑这一切 那时我在西北角教图 场地就在马路边上 每次训练都围拢好多人 按照曹家祖训 要练够了三年基本功 才能猫中刀 基本功主要是举十顿 八十斤起步 辛苦且枯燥 很多徒弟没能坚持下 这是主要原因 2006年至2012年 七年间招了三拨徒弟 最终一个也没留下 为了提高徒弟们的学刀兴趣 我降低了门槛 十顿由八十斤变成四十斤 三年的基本功变成了两年 这样一来 入门快了 孩子们的兴趣也提高了 百年来 曹氏后人子弟前后经历七代 始终承袭着这门家传武学 时至今日仍勤练不错 尽管传统文化避免不了会面临时代发展的挑战 但现在不断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 让曹氏杰对众刀武术的未来更有信心 相信在几代传承人的努力下 众刀武术会走到更远的地方 致敬非遗匠心 云厅独家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